歡迎來到小哥播報看得鬧更看門道 本集分享在2021年8月12日 大聯盟以1989年著名棒球電影Field of Dreams 夢幻成真的經典場景打造的比賽 首先我們來聽電影男主角Kevin Costner 在賽前的致詞 今天, thanks to that enduring impact that that little movie had, it's allowed us to come here again, but now we're on a field that Major League Baseball made. We've come to see the first place White Sox. play the mighty Yankees in a field that was once corn. It's perfect. We've kept our promise. Major League Baseball has kept its promise. The dream's still alive. There's probably just one question to answer. Is this heaven? I don't think I heard you. Is this heaven? Yes, it is. This field is for the players. Good luck today. 這場比賽本來要在2020年8月13日就要開打 但因為疫情的原因嚴賽 球場具體位置在美國愛荷華州的城市戴爾斯維爾 其實這背後還有一個感人的故事 一位女士Denise Steelman受到電影夢幻成真的感召 在2012年買下電影中的球場及附近的場地 一開始希望能整理成三級棒球所用 但因為鄰居控告 Steelman不當變更土地用途 一度讓計劃告吹 但Steelman已經為了整理場地背下了大額債務 但Steelman不放棄 進一步從2015年開始跟MLB接洽 希望能在玉米田球場舉辦賽事 2016年底愛荷華州最高法院也裁定 球場土地變更有效 進一步掃除障礙 然而2018年Steelman女士被診斷出罹患肝癌 但仍持續推動夢幻成真賽事 甚至癌末已經不能言語 還是持續透過電子郵件跟MLB溝通 2018年11月Steelman殺手人寰 他的丈夫Tom Mezo接手繼續推動 終於在2019年2月跟MLB簽訂合約 MLB評估後認為原球場太小不適合比賽 擴建則會破壞經典場景 於是在電影拍攝球場旁距離約150公尺 次之約600萬美元蓋了新球場 同樣被大片大片的玉米田圍繞 球場的設計致敬了白襪 從1910年使用到1990年的主場Kromersky Park 像是外野邊緣的形狀 以及牛棚就放在中外野圍籬的後面 球場大致可以容納8000人 看著兩隊球員重現電影場景從玉米田走出 男主角Kostner重現電影經典台詞 甚至看著小哥熱淚盈眶 遺憾Steelman女士已經無法親眼見證夢幻成真 但感謝她生前不懈的努力 才能帶給無數球迷難以言喻的感動 比賽中楊姬白襪穿的球衣都重現了1919賽季的復古樣式 因為夢幻成真的劇本就是受到一本 講述白襪1919年賽季故事的書籍啟發 1919就是白襪在世界大賽爆發黑襪事件的那年 白襪當年對手是紅人 但電影中男主角父子最喜歡的球隊是楊姬隊 所以也有特別的意義 比賽最後也有好萊塢勢的結局 白襪到第九局上還以7比4領先 結果楊姬在反超8比7領先 沒想到白襪在最後半局的反攻 一局以再見兩分砲贏得比賽 這場比賽門票非常非常之貴 外野就要874美元起跳 內野最貴門票約8700美元 但當天能坐無虛席受到廣大的迴響與好評 同時最多有590萬人收看該場比賽的轉播 是2005年雞襪大戰之後 最多人收看轉播的例行賽 為什麼這場比賽會如此成功? 因為《夢幻成真》是一部太經典的電影 電影講述了時任白襪球星赤腳橋 Shulis Joe Jackson 跟他白襪隊友的靈魂 到男主角產平玉米田建造的球場打球 終於實現重返賽場 而男主角也透過興建這個球場 得以跟已逝去的父親傳接球和解 感人自身 所以才會有那句著名的句詞 男主角一直聽到有人跟他耳語 如果你蓋了他就會來 If you build it, he will come 要知道棒球在美國或許不是最熱門的運動 但他的百年歷史最悠久 承載了一代代人的記憶跟互動 所以對美國文化而言有一股特殊的情感 而夢幻成真這部電影除了本身好看 關鍵是勾起了這樣的懷舊情感 敬論無聲地用棒球可以承載的親情溫暖的觀眾 引起美國人甚至是棒球迷很大的共鳴 所以重現電影場景舉辦的這場比賽 不只是視覺上的特別感受 更多的是重溫當初收看電影的感動 這何嘗不也是一種夢幻成真 一如電影經典句詞 夢想成真的地方就是天堂 大聯盟主席Robert Manfred 已經確定2022年也會有Field of Dreams主題賽事 將舉辦在8月11日同樣由兩支老牌球隊紅人隊跟小熊隊出戰 這場比賽背後還有一個八卦式 大聯盟承認在2021球季使用兩種不同的比賽用球 官方說法是新球供應量不足 所以使用了2019年彈性係數較高的球 而夢幻成真是在兩隊扛出了八轟 宇潤就懷疑這場比賽全聯打滿天飛 是不是刻意使用比較彈球的原因 但這只是八卦未經證實 只要一段時間去在看這一個空間 eat 都能獲得出出的 小小孩子 創作一個小小小小小小的想你 是一年為 percent足夠大小的冰球 一些小小冰球 數字獲得出來了 看待《小小小小小小的冰球衛生》 比賽馬上 баб上 有序誨的電影 財�로發出相機 或面為的職員 從未來自從未來的 我真的想玩一はい a game here and you know have family and friends here and get a chance to represent the Yankees here that's there's you know never in my life would ever think I'd experience this that's a dream come true